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化程度 包括雪雪球球友的专业化程度都在明显的提升 大家讨论问题的深度 广度 以及包括投资的一些方法论的话都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从今天会场就能看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谈的话题的话 要跟时间各朋友价值投资 或者研究一些上市公司的趋势 长期的紧面等等 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确实有很多的提升 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氛围非常好 因为投资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 对我们提升我们的财富增值 我觉得大家雪球平台上年轻人很多 大家有很多年长的那些投资者 年轻人很多 说明大家开始关注到那个财富管理 财富投资 财富激励这样的话题了 对 然后尽早大家开始适应那个理财升职这个手段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就是那个年轻人也开始进入那个财富管理领域 利用雪球这样的社区化的平台 然后进入这个资本市场 这样的话能够对较稳健的 能够比较好的赚得低于桶金 对 像刚刚庞总有说到 可能我们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比较小的场地 可能我们两三百人或者四五百人的一个场地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 150人左右 150人 对 今天现场可能有超过1000位球友 可能真的是这么多年雪球的发展 也会变得有很多的不一样 对 那想来了解一个问题 就是您其实作为基金经理 老是有别人问您说 您怎么帮别人去管钱 对 但是我们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您在自己做家庭资产规划的时候 您会去怎么做 怎么说呢 我自己在家里还主要听我老婆的 钱是交老婆来打理 对 但是在我太太呢 她也会去具体的会买一些基金 或者其他一些理财 她也会听听我的意见 那毕竟我还是在这个行业里所做的工作的 对 我个人的那个家庭资产配置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 我会把自己的资产的话 相对比较说比较分散化一些 基金有一部分 然后有一部分是这种 这种那个 偏利是这种理财啊 或者说那个其他类的资产 那第三类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那种 比如说做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啊等等 相对来说比较多元化一些 对 那特别是在这个基金资产 那个基金投资内部的话 我个人的话发现就是 要做这个市场的风格判断 或者说要抓这个博弈的这个机会 还是比较难的 对 所以我个人的话 把大部分的钱的话 都还是投资在一些比较宽阶的指数啊 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主动基金管理人方面 那宽金的指数的话 因为它的风格已经比较均衡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分散化 再去做什么多元化的配置了 那在基金管理人方面的话 因为相对来说 还比较熟悉这个管理人的风格 那么在一些成长维度啊 价值维度啊 都会有适当的会一些配置一些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基金组合的话 基本上就是 首先它会肯定要比宽金指数的收益 肯定要高一些啊 就类似于核心加卫星的方式 核心就是关键指数 那卫星的话 主要选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基金经理 对 第二的话 在卫星那个方面的话 我也不做去过多的一些交易 和那个 就是那个博弈啊等等 我会把这两类比较好的风格基金 都选进来 就是那个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相信时间长了之后的话 整体啊都还是能够创造价值 创造收益的 对 所以整体的话 整个基金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对 另外的话 日常的一些资金的话 也会做一些定投 一些定投 其实我比较喜欢 那个定投的什么呢 就是在我做完那个 大类的一些风格的配置之后的话 我会把一些剩余的钱的话 每个月的工程会定投一些 就像纳斯坦克呀 这样的比较好的波动比较大 然后趋势又是往上走的这样的指数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适合定投 对 比较适合定投这样的指数 对 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投资 所以其实刚刚听下来 在您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里边 其实权益类的会占大头 然后稳健类的可能会偏少 对 稳健会少一些 对 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年轻 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 对 所以也是代表人 其实比较看好未来的 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前景 对吗 对 当然 对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 其实我知道您是做指数出身的 对 可能您之前有研究指数 都会比较多一些 但其实在过去的这2020年里 其实听大家探讨 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 探讨的反而会更多一点 包括像我们在雪球上边 可能看到大家日常去讨论的 这个话题 慢慢从之前 可能很多人都在去聊指数 今年有一些人会开始聊 主动型的这个基金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明年还会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指数和主动的话 它其实都是一类基金 它都是 它都有经济的在打理 指数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 经理通过这个指数来复制 对 主动的话 要去主动的去选股 去交易 要做择时 对 我个人觉得的话 指数和主动的话 就是都是有 各有优劣吧 在未来的市场当中的话 都是有不同的适应的场景 那主动基金的话 可能就适合 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资金 都委托给这个基金经理了 那他来帮我们做配置 做择时 做选股 那指数基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自己 把这个选择了一个赛道 然后这个选股这个方案的话 就交给基金经理来选择了 对 然后仓位也是我们自己来选择 对 所以指数基金的话 它这个交易难度比较高一些 对 但适合比较有一些经验的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 专业能力的投资者 来适合参与指数性投资 那么主动基金的话 就适合对这个 没有多余的时间 或者没有多余的精力 或者没有多余的这种 专业能力的辅助 然后呢 所以把资金全部就委托给 主动基金的管理去做配置 对 那么这两类的话 我觉得殊同归吧 都是在创造价值 对 那今年一来的话 确实这个主动基金啊 确实是大方一层啊 因为在这种结构化的行情当中的话 它通过一些 多元化的配置 或者是分隔的偏配的话 确实获得了一些 比较好的收益的呢 我相信未来的话 应该还是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对 因为整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存在这种 非常多元化的 或者非常这种 比较结构化的这种机会吧 那主动基金的话 能够善于把握这种行情和机会 能够帮我们把这些赚钱 或者说 获得一比较好的收益 那么指数性基金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市场空间的 对 那很多专业的球友啊 专业的交易型选手的话 可以像主动基金经理一样 来管好自己的赛道 这样的话 它不用去选股了 直接去选择 比如说ETF啊 直接去做一个配置 也能够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所以整体上的话 我觉得指数和主动的话 未来必然是一个 相得益彰的一个 相互发展的 共同发展的一个 这样的状态 对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但是它都有适应的 投资者 适应的投资的方法 我觉得不是谁主导 或者谁辞职的一个状态 对 它都有适合的市场的环境 所以像您个人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指数主导 然后可能一些优秀的主动管理人 可能作为刚刚您说到的卫星 这样子去配置 对 那我个人的话 就是核心资产的话 可能还是在指数里面 然后卫星资产 我会放一些比较 非常优秀的主动基金领 那他们来帮我们去做择时 来判断来选股 对 所以就像是像我们选球这上面 可能很多都是比较自身的成熟的投资者 其实可以选择像指数基金这样的品类 作为自己的一个投资工具 然后来去做自己一个长期的投资 对 接下来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关于选基金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现在特别多的这个球友在说 好像选基金反而比选股票还要更难 对 尤其你看今年又发了这么多的新基金出来 对 你觉得作为一个买机的一个新手来讲的话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在选基金方面 如果说从我的那个工作的维度的话 我可能会让大家去选指数基金 因为指数基金非常 它其实就是个降维投资 对 就是个降维投资 把这个市场 4000多只股票 把它浓缩成几个比较核心的宽基指数 大盘股就是上证50 大盘股的话 大中盘的话就像互人300 然后中小盘的话就是中证500 还有创业版 用这四条指数的话 基本上就能覆盖到整个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类资产 对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降维投资的方式 对 当然在一些行业主题方面 也有比较好的降维的工具 就是这行业指数 行业指数基金 或者ETF这样的品种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我从专业为多 我会建议大家去选那个指数基金 你选不种的话 你就选宽基 你选得对的话 你就选行业或者选策略 但对于主动基金的话 我是就是从我 完全是从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也会选一些主动经纪经理 对 其实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因为主动经纪经理 一方面 优秀的主动经理的话 第一 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第二的话 他们适应的市场环境 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对 大家不会是一个长盛将军比较少 都有自己特定的市场环境 第三 他同时又会管理多个基金 哪个基金是一个主产品 或者次产品 对 或者说哪个产品 更加有意思一些 这些都是一个选择难度比较大的问题 对 所以我个人的话 在选主动基金的时候的话 我更多还是选一个平台 选平台很重要 首先选要选公司 选好的公司 像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布基金公司 或者说获得一些金融奖 成型奖 比较多的这些基金公司的话 相当于就已经 间接的就缩小了 我这个选择的范围了 那么在这个头部公司当中的话 我再去看看就是他的那个 头部的基金经理 头部的基金经理 通过他的一些那个 风格的研究 持当风格的研究 同时也会看一些他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采访的记录 他自己陈述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投资的一些 策略的一些采访的文章 看看他的那个交易思路 投资方法 是不是跟我的理念 我可接受的那种方法 对 那么这时候再同时 最后的话 再去看他的基金的那个表现和业绩 最后的话 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话 基本就能锁定一个比较好的基金经理 就是几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选平台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一些 大头部的一些基金管理平台 第二的话 选头部的基金经理 第三的话 对选人 第三部的话就是选产品 选这个风格理念 跟我比较契合的一个产品 最后的话 就会锁定这么一两只 具体的产品来进行投资 这是一个 这是我个人在选 主动基金是有一些经验 指数的话 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方法了 所以其实也是想像各位球友说 其实我们不能是说 我买一个基金 只看它的收益 对 可能今年的收益好 明年很有可能 它就没有那么好 你可能还要先看平台 再看人 最后来再看我们的产品 这样的话 更有可能去选到一个 比较不错的产品 对吗 那今天我们对庞总的采访 就先到这里 特别感谢庞总 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第二现场 对 那如果各位球友 对第二现场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打开雪球APP 在首页的嘉年华那个页面里边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 第二现场的全部视频了 那再次感谢庞总 今天来到我们第二现场 好 谢谢啊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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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